我出国三年 相恋五年的青梅爱上了她的学弟 我在篮球市挥汗如雨 辛苦咬牙 只为了早点回去见她时 她在陪学弟吃饭 给她温柔地擦拭嘴角 我看着她的照片 熬过思念的日日夜夜时 她在陪学弟看电影 买的情侣座位 我在异国他乡 拒绝了一个又一个优秀女生的表白时 她和学弟在午夜的街头 肆无忌惮地亲吻 既然如此 便收回一切 转头娶了她姐 可是她却红着眼跪在大雨中求我原谅 不仅来了我的街风宴 还大大方方地坐在我的对面秀恩爱 柳如烟用那双弹钢琴的手 贴心地为柳如烟细致的包下 甚至眉头都没皱一下 要知道她以前洁痞严重的 都不肯碰我们一起养大的小狗 柳如烟笑着咬过那一只虾 然后像是刚注意到众人的视线一般 她轻呼一声 就搂着柳如烟的腰 声音温和 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呢 多不好意思啊 柳如烟不慌不忙地擦了擦手 身子往一腾成怀里靠了靠 眉眼中满是温柔和宠溺 没事的 他们没有恶意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视线落在了我身上 眉宇间聋着淡淡的梳理 一腾成朝我温和又礼貌地笑了笑 像极了温文儒雅的公子哥 我痴笑一声 要是表面这样 就不会在我留学的时候 关注我的社交账号 然后 天天发她和柳如烟相处的点点滴滴 让我亲眼见证 柳如烟是如何一点一点爱上她的 柳如烟的眉头拧了起来 她警告般地看了我一眼 说不出的冷漠 众人怜悯和同情的视线在我身上徘徊 谁能想到 短短三年 她就把我们过去的十多年经历 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吗 阿诚 手脏了 我陪她去洗手间清洗一下 她静止站起身 将始终带着温和笑容的一腾成往楼上带 真是轻车熟路啊 毕竟这栋房子 承载了无数我和柳如烟的回忆 她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人 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后 一时间大听众人面面相去 我笑道 你们不用这么拘谨 我和柳如烟早就分手了 他们这才放松下来 空气开始流动 恢复了热闹 叶凡朝我举杯 恭喜贺强学成归来 你现在可是球队最年轻的首席了 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虽然去少离多 但我们感情从没变过 其他人也笑着敬我 我微笑着举杯回敬 这场接风夜没有了柳如烟和一腾成 气氛还算是不错 有个女同学喝大了之后 眯着眼看到空空的座位 她拔高声音 怎么快半小时了 他们还没下来 这话让现场瞬间安静 他们都下意识地看向我 眼神透露着难言之意 就在这时 两人终于下来了 柳如烟嘴唇红肿 满脸红郁 眼神有些羞涩的躲闪 裹梗复几个红色的吻痕异常显眼 而一腾成则是神色愉悦 十分坦然 衬衫扣子解开 两颗露出了细微的抓痕 在场的人不是傻子 谁都知道他们刚刚干了什么 叶凡神色气氛 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 你们这对狗男女 把这里当成情趣酒店吗 一腾成眼神色索 随即眼眸低垂 她低声开口 对不起 我们只是情不自禁 后半句她是看着我说的 眼里隐藏之身的得意一览无余 柳如烟将她护在身后 脸色沉了下来 眼神凌厉地看着我 还什么都没说 她就认定我是故意针对她 她阴沉着脸说 客强 不过就是借了你的客房 有必要这样吗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硝烟的气息 没人敢开口 我静静和她对视了几秒 然后掏出手机 喂 中介吗 刚刚有两条野狗跑进来 不分场合的交配 脏得要死 麻烦尽快帮我把房子挂网上卖掉 谢谢 现场安静了几秒 叶帆捂着嘴笑了出来 还给我比了个大拇指 其他人也看戏般死死抿着唇 眼里兴奋的光藏也藏不住 一腾成脸色难看 像是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柳如烟愣在了原地 片刻后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贺强 你什么意思 我说的别人这么说你 我就是往她痛处上戳 让她永远记得这个耻辱 果然 她眼里漫上了疯狂的红 双手紧紧握拳 愤怒快要喷涌而出 我甚至好心情地笑了笑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下一秒 啪的一声 我的脸被一股巨大的力打偏了过去 当即耳鸣 我缓缓转过头 看到柳如烟忘记放下的手 和迷茫无措的眼神 她嘴唇颤抖 客强 我 我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抄起桌子上一个酒瓶 就往她头上砸 现场安静如鸡 一腾成下地叫了起来 也无暇装温文尔雅的小哥 声音震耳如龙 柳如烟愣在了原地 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像是不敢置信 一行血从头上流了下来 但她没晕 于是我又过去甩了她一巴掌 相处这么多年 我在她眼里一直是温柔平和的 但她忘了 小时候我是如何帮她报复欺负她的人 我贺强向来都是牙子必报的人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 会原原本本告诉柳伯父 我冷冷开口 眼里没有一丝情意和动容 没有我 你什么都不是 在我转身的那一刻 她紧紧拉住了我的手腕 眼眶红了一圈 嘴唇惨白地动着 你不要我了吗 我疑惑地问她 为什么我会要一个烂破血 你当我是受破烂的吗 她将在原地 叶凡嫌弃地扁了别嘴 装成这样给谁看 当贺强不知道 你早就出轨了 你的好学弟 早就关注贺强 天天发一些你们的恋爱甜蜜日常 我真是磕死了 一腾成瞬间脸色惨白 不 你胡说 我没有 她拉住柳如烟的手 如烟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才记录的 不是故意给学长看 柳如烟看着她 眼神复杂 但还是没有推开她 现场所有人看他们的眼神 都透露着一股鄙夷 我拍了拍手 笑容温和 我家到处多安了监控哦 大家想要视频 死了我 现场不少人都细血地笑出了声 看他们的眼神 无不透露着厌恶 我笑得没有一丝阴霾 这对狗男女 怎么敢在我的主场上撒野呢 我是贺家大少爷 而柳如烟 只是一个被无数人欺辱的私生女罢了 没有我怎么会有她的现在 此刻的柳如烟 红着眼眶紧紧盯着我 额角的血还在往下滴 神情悲伤的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 此刻的她 和三年前在机场送别时的样子重合 她当时死死抱着我的腰 红着眼 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还会不会回来 我不厌其烦地回答她 会 谁都没有想到 短短三年 却是物是人非 出国第一年 柳如烟每天都跟我打视频电话 哪怕隔着八个小时的时差 也从未中断 看到她困倦无比 也要强撑着精神陪我说话的样子 我的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孤独的一乡之旅 柳如烟是支撑我苦练篮球的最大动力 哪怕练到冷汗直流 哪怕练到脚背鲜血淋漓 只要想到她 我的心里就是甜的 出国第二年 视频电话的频率开始减少 有些时候 她会突然发呆 秀气的眉眼聋着一层淡淡的茫然 有时候 她看到手机弹出的消息 眼里的淡然像是被什么软化 只剩下不自觉的温柔和笑容 我不动声色地问她 在看什么 笑得这么开心 她说 只是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视频 我没有错过她眼底那一叉奈的紧张 挂断电话之后 我陷入了深深的茫然和疲惫之中 柳如烟呢 柳如烟太了解我了 她在这段感情之中恍了身 我坐靠在篮球室的墙面上 阳光透过百叶窗折射进来 可我却始终抓不住那一缕光 她透过我的手照到了别人身上 大家都感叹今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可是我知道 今天马上就要来了 并且会特别漫长 我的柳如烟正在离我越来越远 出国第三年 一个陌生的账号关注了我 她的昵称是我和如烟 我眼皮一跳 竟然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那天晚上 我看了一晚上他们的甜蜜记录 双眼熬得通红 直到晨光细微 原来 我在篮球室挥汗如雨 辛苦咬牙 只为了早点回去见她时 她在陪学弟吃饭 给她温柔地擦拭嘴角 原来 我看着她的照片 熬过思念的日日夜夜时 她在陪学弟看电影 买的情侣座位 原来 我在异国他乡 拒绝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女生表白时 她和学弟在午夜的街头 肆无忌惮地亲吻 原来 原来 我闭了闭眼睛 擦掉了无声的苦泪 一觉醒来 即使心如刀割 我也恢复了理智 贺家的大少爷 可不会是没用的恋爱脑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叶凡 他说他看不见 那个账号的任何信息 这说明他的内容 仅对我开放 坐实了挑衅的目的 我做了一个表格 将伊藤城社交平台上的内容 全部记录在了里面 同时将我和他们的时间线 进行了对比 一边是正牌男友 日复一日的训练 只为了早点回去 见到心爱的女友 一边是扎女出轨第三者 肆意挑衅正牌男友 俗话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必要时 我会亲自放出自己的瓜 替他们把伤害拉到最大 我贺强向来不是心慈手软的人 虽然我已经知道柳如烟出轨很久了 但是我并没有挑明 只是顺着他的节奏 一点一点让他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我每天将爱他的那颗心割掉一点 从删掉合照到扔掉定情信物 一步一步将他驱逐出去 这是为了避免断牙式分手 终于有一天 他不再给我打电话 只是发了一条告别短信 他说 贺强 我们分手吧 我觉得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合适 以后做朋友好吗 这一刻 我的心彻底没了波澜 我顿了片刻 若无其事地删掉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低贱的狗中就是做不了人的 这次被反咬一口 我认了 下一次 我不做拯救者了 我要做直刀人 我和柳如烟决裂这件事 在我的刻意纵容下 在上流圈子中彻底传了出来 柳如烟本来就是私生女 令人不耻的存在 柳如烟的生母是柳父的情妇之一 她远走国外 偷偷生下柳如烟 等到五岁的时候 将柳如烟扔在柳家门口 柳家只能捏着鼻子把她扔下 我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一次晚宴上 一群小孩将她推倒在地 嘴里骂她是野种 是私生女等恶毒的词汇 她两眼无神 眉间笼罩着一层阴郁和脆弱 不知道为什么 我莫名心软 向前帮了她 小孩的爸妈连忙将他们带走 还给我赔罪 柳如烟愣愣地看着我 眼里闪烁着泪花 在贵族学校 大家都瞧不起 作为私生女的柳如烟 欺负和辱骂是家常便饭 她身上隔三差五的 就会出现新的伤口 我气得直接找到霸凌她的人 将他们狠狠扇了一顿 最后他们脸颊红肿 嘴角不停流血 还被勒令跟柳如烟道歉 在我的介入后 没人再敢明目张胆地说她坏话 我们越走越近 十几年来形影不离 在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大家都觉得理应如此 我爸和我姐看不上她私生女的身份 但因为我喜欢 而且这么多年来 柳如烟对我无微不至 他们也就默认了 两家的联姻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因为贺家的支持 柳如烟得以进入柳氏总部 她从底层员工一路往上冲 用实力让那些怀揣偏见的股东闭嘴 在我出国的五年 她已经坐上了副总的位置 所有人都觉得 我们迟早会走进婚姻殿堂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收场 我姐贺兰已经接手了贺氏 形势越发雷厉风行 她直接给柳氏施压 要求柳父给贺家一个解释 贺兰恨铁不成钢地戳了戳我的额头 我当初都跟你说了 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非恋爱脑 我垂着眼妆可怜 一句话都不敢反驳她 语气软了下来 行了 不就是个女人 姐姐给你找十个 行了吧 倒也不必 如今我对爱情已经不抱期待 事业才是第一位 周末 我完成了回国后 作为首席的第一场比赛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 我把状态拉满 专注每一次进攻 现场坐无虚席 掌声雷动 我看到了坐在前排的柳如烟 她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 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眸光晦暗不明 恍惚间 我想起了几年前 她也是这样坐在观众席上 看我比赛 每次结束 她都会温柔地笑着抱着我 并送上我喜欢喝的汤 一次都未曾缺席 柳如烟拿着保温杯朝我走来 唐佛 一切都没有改变 贺强 恭喜你 她的眼底带着不容忽视的清黑 看来这几天压力很大 我冷眼看着 没接待保温杯 柳如烟微微醋眉 面色转冷 客强 我以为我们还能做朋友 你没必要这样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实在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如果你没有出轨 说不定我们还是朋友 她眼底闪过一丝尴尬 但很快恢复成波澜不惊的样子 今天我来向你道歉 我会补偿你的 毕竟我们两家还有合作 不要闹得太僵 你觉得呢 最后那句话 她隐隐带上了威胁的语气 像是笃定我会为了两家的合作 咽下这口气 对峙片刻 我接过了那保温杯 柳如烟肉眼可见的脸色柔和下来 刚想开口 我一个抛物线 将那保温杯扔进了垃圾桶 脸上的笑容没有半分阴霾 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 你觉得呢 柳如烟嘴角笑容僵住 眉宇间透出一股很利的气质 脸色陡然阴沉 这是她发怒的征兆 如烟 一腾成站在不远处 脸色难看 眼神复杂 她死死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 柳如烟脸上出现一丝惊慌 她看向我 眼里满是冰冷和深深的厌恶 克强 你好样的 你以为伤害亚成就能让我回心转移 我早就不爱你了 自取其辱 说完 她快步追了上去 仿佛多看我一眼都是一种折磨 她居然以为是我故意让一腾成误会的 简直荒唐的可笑 这种智商 柳氏交给她 迟早破产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插曲 没想到我竟然上了热搜 某知名篮球运动员抢别人女朋友 贺强第三者原配发文球公正 有人买了热搜 不仅热度没有降 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无数网友跑到我们球队官博下留言 要求开出我这个品德不正的人 跟我同一个球队的人气得咬牙切齿 他们深知我的人品 自然都向着我 贺强哥 造谣的人太过分了 这怎么办呢 队友小哥一脸担忧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得平静 不急 很快就会平息了 我还嫌闹得不够大呢 叶凡和贺兰都给我打电话 担心我的状态 我安抚了他们之后 去看了所谓原配发的微博 他写了一篇小作文 说我利用青梅竹马的身份 总是纠缠柳如烟 严重打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字里行间满是不悦和无奈 网友也不负众望 挖出了我的身份 一时间 贺氏处于舆论中心 连骨架都受到了波动 一个大少爷能做出这种强女人行径 真是开了眼 这不就是资本仗势欺人 再优秀有什么用 还不是道德败坏 我再也不买赫氏的任何东西了 呸 人渣 赫氏始终没有出来发生命 任由网友声讨 罗杰始终相信我能处理好这一切 当舆论热度达到顶峰时 我放出了那份早就做好的PDF 还请了个化妆师 给自己化了一个憔悴的妆 不就是妆可怜 谁不会 我录了一个视频 尽管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但我依然挺胸抬头 条理清晰地说明了前因后果 再加上那份实锤的PDF 时间线非常清晰 某位知情的叶先生 还在网上说了我和柳如烟的故事 重点强调了他私生女的身份 以及我是如何帮助他走到今天 不愧是写小说的 字字句句充满了宿命感 赫氏下场告了几个造谣的大位 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是被伊藤城买通 几十万粉丝的账号被注销 至于柳如烟 热搜这么久 他没有一点澄清的动作 无非是为了哄自己的小男人 顺便给我一个警告 以为我会自降身段求他 做梦 网友明白自己被当枪使后 怒火到达了巅峰 发文账号被网报到退网 删除了所有与柳如烟的恩爱记录 伊藤城的信息被人露出来 他被公司开除 以前大学时抢别人女朋友的事迹 也被扒出来 真真假假弄不清楚 但网友不在意 他们要的是情绪 而不是真相 不愧是贺家大少爷 这逻辑就是清晰 比那个男人那篇模糊的小作文 不知道高级了多少等级 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你们还不信 就是个惯三 是怎么好意思诬陷别人的 贺家大少爷好帅 我爸怒不可遏 直接上门要求柳如烟给个说法 柳如烟急得一个头两个大 这一次柳如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柳氏惹怒了贺家 许多客户都取消了合作 柳氏高层给柳如烟施压 要求罢免柳如烟的副总职位 认为他品行不端 难担大则 迫于各方压力 柳如烟只能暂时让柳如烟离开公司 柳如烟失魂落魄地找到我 他双眼皮搭了 头发凌乱 明显没有打理 贺强 我们十几年的情谊 非要这么做吗 他丝毫不知悔改 一字一句都是质问 我心里一阵酸涩 原来他也知道十几年的情谊啊 你任由伊藤城造谣我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我们的情谊呢 他面色一正 眼里非快闪过一丝厌恶 却不得不软下语气 贺强 别闹了 我们两家是试交 你忍心两家交恶吗 我笑了 难道两家交恶是因为我吗 柳如烟紧绷着脸 极力压制眉宇间的不耐烦 声音冷如寒冰 你不就是极度伊藤城吗 我和他分手 跟你结婚行了吧 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了 贺强 啪的一声 回过神来时 我已经甩了他一巴掌 浑身都气得颤抖 他是怎么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呢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双目渐渐泛红 贺强 你干什么 我闭了闭眼 让暴怒的情绪逐渐稳定 柳如烟 你只是一个私生女 没有我乃有你的今天 我能给你的也能收回来 他面色极度阴沉 嘴角却缓缓勾起 像是在嘲笑我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柳如烟的声音凉薄至极 贺大少爷 你接近我 不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私生女好拿捏吗 你捧我 不就是想看我对你感恩戴德吗 既然如此 我也要让你尝一尝 一颗心智力破碎的感觉 他眼中的笑意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轻蔑和嘲讽 我脑袋轰的一声 我认为是施舍 我捧上一颗真心 他却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 柳如烟不爱我 只是想踩着我爬上高处 然后狠狠踢开 看我狼狈的样子 我死死意志 主要爆发的情绪 不愿意在他面前流露暴躁的一面 柳如烟 如果你觉得我对你的好 是侮辱了你那高尚的人格 大可以拒绝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骂娘 他表情一致 嘴唇微微颤动 两大集团强强连合眼里 竟然出现了一丝茫然 我忍住喉尖的哽咽 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一丝自嘲 一枪真心 为了狗我认了 你好自为之 柳如烟眼眶泛红 手臂微动 像是想挽留我 但我转身就走 再也没有回头 生米恩豆米仇 一条健狗 当然是微不熟的 我和柳如烟的是闹得有些大 圈子里几乎人尽皆知 以前他是柳氏副总时 所有人都捧着他 现在大家都恨不得落井下石 都上去踩他一脚 我被一个私生女甩了 这在圈子里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有人都现实的很 虽然柳氏的危机更大 但贺氏也或多或少的 受到了一些波及 毕竟两家是市交公司 合作往来密切 我自己闯的祸 自己承担 我跟贺兰说 这也算是豪门子女的责任 在豪门 身不由己才是常态 只不过我格外幸运 母亲早亡 父亲和姐姐都宠着我 从来都是要什么给什么 我不想进公司 想去学篮球 他们也都依我 现在我也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了 随便找一个吧 不要丑的 不要私生你 不要比我差的 贺兰笑了笑 开口 你这叫随便 我摸着乐乐光滑的毛发 理所当然的说 我都愿意联姻了 不得找个好的 她挑了挑眉 嘴角的笑容愈发扩大 行 姐给你办了 第二天 一个眉眼如画 面容精致的女人坐在了我面前 她淡淡笑着 嗓音温柔悦耳 贺先生 我叫柳嫣然 是你的相亲对象 柳嫣然 柳家长女 五年前因为一场车祸 导致双腿伤重 无法行走 她去了国外治疗 同时接手了海外的分公司 前几天才回到总公司任职 我这么多年的心思 都在柳如嫣身上 对她这位姐姐实在不熟 这种戏剧化的场景 令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 她抿了一口咖啡 眼睫垂下 气质优雅 令人赏心悦目 我渐渐放松 诞生道 刘小姐 你应该知道 我和你妹妹 柳嫣然笑容未变 我知道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还喜欢柳如嫣吗 被她温柔的眼睛注视着 我竟然感到一股压力 我脱口而出 当然不会 她末地笑了 依旧是那副温文优雅的样子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应该是最好的联姻人选 而且 她笑容加深 你可以用我来气她 客观上来说 和柳嫣然结婚 对贺柳两家都有利 私心里 她也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我站起身 对她伸出手 刘小姐 合作愉快 她似乎愣了一下 眼眸映着细碎的光 几秒后 她握住了我的手 掌心传来丝丝满意 贺先生 请多指教 柳嫣然一回国 就和贺家联姻的消息 在圈子里掀起一阵不小的飓风 两大集团强强联合 宣告我们未来会保持紧密合作 一时间 贺柳两家的股市情况 逐渐平稳向好 圈子里再也没人敢在背后说闲话 谁见了我都得恭恭敬敬到一声恭喜 但是柳如嫣就不一样了 柳嫣然本就是比她更为优秀的存在 要不是意外受伤远赴国外 柳如嫣根本不可能这么如鱼得水 柳嫣然和我订婚的消息一出 也就宣告柳如嫣彻底被放弃 曾经对她毕恭毕敬的人 转头就给她难堪嘲讽 她不敢反抗 只能屈辱忍受 本来就是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女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她的笑话 没了贺家和柳家的庇佑 她还能干什么 柳如嫣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被我尽数挂断 我就是要让她知道 我能给她真心 权势地位也能尽数收回 将她打入谷底 既然这狗女人养不熟 那就扔了 多大点事 订婚结束后 我和柳嫣然回到新婚别墅 许久不见的柳如嫣 居然出现在了别墅门口 她眼下清黑 曾经灿若星河的眸子 布满了骇人的红血丝 头发乱糟糟 周身散发着颓废的气息 再也不负从前的高傲冷艳 贺强 她见到我 眼睛亮了一瞬 快不朝我走过来 我闻到她身上浓重的酒味 皱着眉后退了一步 腰间却俯上一只温暖的小手 温度隔着衬衫传入我的皮肤 不由地引起一阵安心 回过头 是柳嫣然始终含笑的眼眸 她要我回避一下吗 明明是笑着的 但眼底却藏着淡淡的寒意 仿佛只要我点头 她立马就能把柳如嫣给赶了 我这新娘占有欲还挺强 不用 你是我妻子 我主动牵上她的手 那股莫名的压迫感瞬间就消失了 柳如嫣眼底的光迅速暗淡下来 扯出一抹苦笑 客强 我知道错了 你的PDF我一字不落地看完了 我真的是个蠢货 一直在怀疑你的真心 我和伊藤诚在一起 只是为了让你吃醋 我真的后悔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她的声音带着难言的色意 通红的眼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我笑得毫无阴霾 柳如嫣 你现在真是像急了一个被人丢弃的垃圾 她站在原地 浑浊的眼泪无声地落在脸上 嘴唇颤动 却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柳嫣然温柔地给她致命一击 柳如嫣 你现在应该叫她姐夫 以后注意点 柳如嫣突然发了疯 冲上来和柳嫣然扭打在一起 她双眼泛红 爆发出压抑了很久的怒火和绝望 字字气血嘶哑 贺强是我的 你这个趁机而入的卑鄙贱人 她爱的是我呀 柳嫣然笑得像温柔的菩萨 却毫不手软地甩了她耳光 柳如嫣亮腔着往后退 脸上的伤很明显 她绝望地看着我 眼里的悲伤几乎快一出来 我没有给她一个眼神 静止走过去 拉住柳嫣然的手 疼不疼 柳嫣然只见一颤 笑意渐渐收敛 低垂着眼 有点疼 余光里 我看到柳如嫣握紧了拳 指甲都嵌到肉里了 她死死盯着我 渴望我回头看她一次 我牵着柳嫣然 跟柳如嫣擦身而过 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像是抽干了力气 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房内灯光明亮 我拿着点符 给柳嫣然的手背消毒 还是擦破了点皮 她目光从刚才开始 就没从我的身上一开过 存在感实在太强 我忍不住抬头 你看什么呢 她不仅没收敛 反而笑意更深 你今天很帅 柳嫣然在灯光下 脸更加光洁白嫩 眸色深不见底 外套早就被扔到一旁 李群的领口设计 让性感的锁骨映入我的眼帘 一种明媚暧昧的气氛 在我们之间悄然击声 窗外突然一阵响雷 一场大雨毫无征兆地倾斜而下 我走到窗边 看到柳如嫣跪在地上 直直地抬头看向我 倾盆大雨将她淋湿 她却一动不动 固执又决绝 这一幕逐渐和几年前的一幕重合 大一时 我在学生会工作到很晚 同校的学姐提议送我 我拒绝了 我告诉她 我已经有女朋友 并且她回来接我 但是我等了很久 也给柳如嫣打了很多个电话 她没接 后来叶凡说 看到她在酒吧 和几个男模搂搂抱抱 玩得多开心 我当即到酒吧 扇了她一巴掌 当面分手 第二天却发现 她在我家楼下等了一晚上 一夜没睡 满眼憔悴 她说看到我和学姐走得很近 她吃醋了 想让我也吃醋 我只觉得荒唐 不肯原谅 不知道哪个姐妹给她支招 她竟然跪在了我家楼下 后半夜下起了大雨 可是她的身影一动不动 我终究还是心软了 那次之后 她保证再也不会让我吃醋难过 直到我出国 她遇见了伊藤城 果然一切承诺 都只在相爱的时候做主 柳燕燃走过来 要笑不笑的 看着楼下碍眼的身影 心疼了 我看着她眼下的不耐 和压抑的很好的怒气 忍不住笑出了声 有点可爱 你说会帮我气柳如烟对吧 柳燕燃笑一顿 眼脸垂下 遮住眸光中淡淡的失落 你想怎么气她 我骤然吻上她的薄唇 淡淡的茉莉花香钻入鼻尖 她双眸微微瞪大 浑身僵硬的不行 我稍稍撤开 眼里满是笑意 我们是夫妻 你说怎么气 下一秒 她拉着我手往床边走去 果不其然 电话铃声响起 柳燕燃十分好心地替我接通 电话那头是哗啦啦的雨声 没有人说话 等我伸手去够手机的那一瞬 柳燕燃温暖的唇再次贴上来 这次不是倾听点水 她的动作带了些报复感 用力地吻着 唇齿纠缠 我看到了她眼里毫不掩饰的情欲 见我不专心 她轻轻咬了我的肩膀一口 我顺着她的意 房间内发出了暧昧的声音 嘟嘟嘟 电话终于被挂断 也亏她能听这么久 自取其辱能怪谁 房间里再次陷入安静 只剩柳燕燃压抑的喘息声 她定定看着我 脸上漫上一缕飞红 嗓音沙哑性感 贺先生 还要继续吗 我翻身将她压住 轻轻一笑 我向来不是吃素的 窗外的雨声越来越大 掩盖了一切 醒来后 窗外已经没有柳如燕的声音 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要求我去医院看她一眼 贺强哥 如燕发了高烧 昏迷中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求你来看她一眼 我若无其事地 把玩着柳燕燃的耳垂 手感极好 我已经结婚了 你找我不合适吧 对面愣了一下 语气有些急 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假的 贺强哥没必要这么狠心吧 如燕是真的后悔了 他之前为你喝酒都进了医院 电话被挂断 对面的话戛然而止 柳燕燃抬头看我 那双眼睛里倒映着我王维的脸 贺强 你要去吗 他漫不经心的嗓音里藏着一份小心翼 我不打反问 你想我去吗 他瞳孔一颤 倒影被打碎 不想 那我就不去 他眸色骤然亮起 嘴角稍稍上翘 耳垂红得鲜艳 不知道是被我捏的还是别的什么 贺兰在我们订婚前几天 悄悄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柳燕燃听到我要联姻的消息 就第一时间回了国 他甚至给贺兰送了一个前景很好的项目 贺兰盯上这个项目很久了 当即就同意将他介绍给我 我之前和柳燕燃根本没有交集 不理解为什么他宁可牺牲这么多 也要跟我结婚 直到我看到他的英文名和自己一样 一切才有了头绪 在国外的时候 我脚踝受伤住院 参加了一次医院组织的活动 将自己最近的烦恼写在信上 这封信会随即落在另一位病友手里 那段时间对我而言是黑暗的 发现了柳如烟出轨 长达五年的恋情就像是一场笑话 我状态不佳 经常弄伤自己 球队给我放了一个短假 让我好好养伤 鬼使神拆的 我写下了这封信 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 第二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回信 回信自己工整干净 他说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我的幸运 能够远离扎你 我忍不住笑了 心情骤然间畅快不少 一来二去 我们成为了彼此的朋友 他言语间礼貌温柔 句句有回应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陪我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假期结束 我也出院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后来再次去医院的时候 却被告知对方也已经出院 医院不能透露病人的信息 我们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直到看到某嫣然熟悉的英文明和自己 我才终于意识到某嫣然对我图谋已久 看着身旁眼里满是笑意的女人 我的心里久违地泛起一丝甜意 之前觉得连姻而已 是谁都无所谓 现在却暗自庆幸 还好是她 再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是几天后 她出院了 高烧了三天三夜 腾成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照顾她 醒来后就带着一腾成去找柳父 让她同意她嫁给一腾成 柳父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抄起棍子就往她身上打 她一声不吭地 硬生生被打了十多棍 差点昏过去 还是柳母为她求情 她才得以停止挨打 她是个很善良的女人 尽管是私生女 也从未苛待过柳如烟 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同为女人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大度 柳嫣然只是淡淡地说 因为我妈不爱我爸 我垂下眼眸 因为不爱 所以根本不在意吧 一腾成哭着跪在地上说 柳如烟怀孕了 是她的孩子 柳父目光闪过纠结 最终答应了让她入坠 她自然是知道我和一腾成的恩怨的 为了补偿我 柳父给了我百分之十的股份 有母蛋笑着拍拍我的手 岁月仿佛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依旧美丽从容 我接过股份 没有推辞 一腾成知道后更恨我 再也不负从前小白脸的模样 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了我 贺强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柳如烟最爱的还是我 她嘴里放着狠话 可是眼神却警惕得不行 我扫了一眼一旁柳如烟的肚子 笑意盎然 恭喜了 妹夫 祝你们永结同心 她条件反射般色索了一下 旁边一言不发的柳如烟 像被抽去了灵魂的木偶 眉眼只剩下疲惫和麻木 她静静地看着我 坦然一笑 贺强 祝你幸福 我也笑 我可太幸福了 一腾成都不 知道瞒了柳如烟多少东西 之前查过 她和柳如烟暧昧的时候 也一直没有和校外的女友 沈又楚分手 她的生活来源都是靠沈又楚支持 锁 以才能在柳如烟面前 装作金钱如粪土 一心追求纯爱的柳如烟 在遇见一腾成后 以为找到了真爱 他们确定关系后 一腾成就果断地甩了沈又楚 沈又楚 这个曾被一腾成深爱过的女人 自然不甘心被抛弃 出于报复的心态 她威胁一腾成 让她无法安心与柳如烟恋爱 一腾成害怕事情败露 不得不一边与柳如烟谈恋爱 一边安抚沈又楚 她甚至用柳如烟给的钱来养沈又楚 这种荒诞的行为让人瞠目结舌 当柳如烟在雨中苦苦等待时 一腾成却在与沈又楚私混 这种对比让人为柳如烟感到不值 看到这对准夫妻的样子 我内心充满了满足 也许是迫切想抓住什么 6 柳如烟对一腾成越来越好 几乎有求逼 她半夜冒着雨为她去买城南的麻辣汤 在拍卖会上为她豪至千万买一块钻石手表 甚至包下一座海岛高调订婚 奢华浪漫至极的婚礼现场 一腾成高调秀恩爱 发出各种照片 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丝毫不顾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差 只想打所有人的脸 一腾成很得意 她频频发照片讽刺我 然而 她的愚蠢却让我笑得乐不可知 我私心认为她和柳如烟确实般配 都是一样的烂 但我还是想让她们好过 于是在她们的婚宴上就出现了意外 大屏幕上骤然出现一腾成和沈又楚的床照和视频 每一张图的时间段都标注得很清楚 沈又楚早就 知道一腾成不会放过她 所以她暗中拍下了这些视频和照片 我给了她一笔钱 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这些 一腾成要求婚礼盛大璀璨 所以 柳如烟邀请的都是上层名流 还有无数的媒体进行现场直播 现在众人一片哗然 一腾成颤抖地跌倒在地 脸上毫无血色 柳如烟睁睁地看着大屏幕 嘴唇抖动 脸色苍白地可怕 思议反应过来之后大喊关掉 但现场已经一片混乱 这场盛大的婚礼终究成为了一场闹剧 一腾成死死抱着柳如烟的腿 眼角流出几滴眼泪 求她原谅 柳如烟将在原地 闻言缓缓扭过头 看上去很冷静 她质问一腾成跟别的女人撕混到床上去 这是爱她吗 她为了她放弃了一切 一腾成惊慌摇头 嘴唇哆嗦个不停 柳如烟双目泛红 猛地用力扇一腾成一巴掌 对她拳打脚踢 现场一片混乱 各大媒体疯狂拍照 一腾成被打的脸上满是深深的抓痕 这才有人上去拉开柳如烟 柳如烟的目光隔着人群落在我身上 她像是泄了气 眼里的怒意散去 空于迷茫和悲伤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眼里没有一丝动容 两行眼泪从她没有聚焦的眼里缓缓落下 像是痛苦开了闸 她肩头耸动 遏制不住地痛哭出声 也许现在她才是真正后悔了吧 但是她应当承受得远不止这些 这场婚礼闹剧之后 柳妇被弃得住院 柳如烟也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面对柳燕燃的时候 我还有些愧疚 她却笑得很平静 不用难过 这是她应得的 我疑惑地看向她 才从她的讲述中 我才知道柳燕燃的腿并不是意外 柳母本来就是商业联姻 嫁给柳妇 对她并没有感情 所以 当她的情妇把柳如烟送上门的时候 她也没有闹 只是要求她割了10%的股份 柳妇居然还答应了 后来才知道 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有跟那个情妇断过 柳燕燃的腿 就是那个情妇和柳如烟一手促成的 事后柳妇查到了他们 但她没有声张 而是替他们收拾了一切烂摊子 将这场事故伪造成意外 柳燕燃说的平静 仿佛自己不是这场事故的主人公 我却听得心惊又心疼 因为柳燕燃是联姻的产物 自然比不得柳妇与真爱生的孩子吗 我试探着问 柳母明面上装作不知道 暗地里却和公司股东通气 收购散股 这么多年 柳妇因为身体不好 权力已经被架空 这场婚礼丑闻 让柳妇被弃进医院 之后柳妇以稳定集团名义 强制让她转让股份 她一气之下 就将所有的股份转让给柳燕燃 但这也是她的良苦用心 要是事情带露 柳如燕和情妇肯定会坐牢 柳妇这是用全部股份动制疫情 想让柳母放过他们 但是柳母和我一样心狠 她在拿到股份转让输之后 直接拿出证据 告了柳如燕和她的生物 证据确凿 他们坐牢是板上钉钉的事 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医院里 柳妇听到消息后气到中风 柳妍然隔着玻璃窗 看向病床上的柳妇 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我问她 你恨她吗 她沉默了很久 也许是吧 我牵住她的手 食指交扣 平时温暖的掌心 此刻却异常冰冷 柳妍然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她眉心微动 目光深沉 靠近我怀里 好 我现在很幸福 柳如燕想见我一面 说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我同意了 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窗 我们静静对望 相顾无言 恍惚间我突然想起三年前 她在机场哭着为我送行的那一幕 一转眼早已物是人非 曾经那个精致的少女 如今剪着短发 眼里早已暗淡 脸上只剩下麻木 一瞬间像是苍老了十岁 我都告诉你 她拿着听筒 只副发白 一开口 她的声音就带着哭腔 贺强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没有说话 她却像是打开了内心的闸门 我嫉妒你 你是天之骄子 我只是一个私生女 你每一次保护我 都会让我感到难堪 我觉得尊严被践踏 你对我越好 我内心越自卑阴暗 我想证明自己 没有你只会更好 我真是错得离谱 她已经气不成声 断断续续的词句破碎不堪 她说 我知道你不信 但我是真的爱你 我淡淡笑着 说 别说这些了 我听着恶心 她垂着头 哽咽了许久 冲我扬起了一个勉强的笑容 我知道了 我也希望最后一次见面 能给你留下一个好一点的印象 更恶心了 我打断她 柳如烟眼里一满的悲伤 笑意苦涩 是吗 抱歉 我想最后告诉你一件事 乐乐不是我救的 是柳嫣然 她勾着笑 却落下泪来 贺强 祝你幸福 我心头一颤 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 乐乐是一只流浪狗 高中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她在校门口晃荡 那个时候她还很小 我时不时地就给她投喂吃的 她很亲我 我也喜欢她 有一天下了暴雨 我一整天都忧心忡忡 放学后 我连忙去找她 却发现柳如烟用一件笑符抱着乐乐 她明明有洁癖 却愿意就乐乐 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这件事后 我就收养了乐乐 并且答应了她的告白 但她却再也没有碰过乐乐 当时没有细想 她的笑符穿在身上 那包裹着乐乐的笑符又是谁的 而且柳如烟一向厌恶流浪狗 看到我都乐了时 眉间总会轻微皱起 隐藏着淡淡的厌恶 原来一切都有技可循 只不过我对柳如烟的滤镜太深 根本没有去深究 因为我从没想过 柳如烟竟然会这样卑劣 我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柳如烟 你是真的不配被爱 滥在监狱里吧 垃圾 我无视她错愕的表情 静止往外走 柳烟然站在逆光处 微风吹落 一束花瓣落了她满身 我朝她走去 她笑容温柔真切 自然地牵过我的手 回家吧 先去接一个家庭成员 我说 谁 她问 我们的狗狗 乐乐 柳烟然微微一愣 有些尖色道 柳如烟告诉你的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很惊讶吗 她表情很平静 眼里的光却灰暗不明 我牵着她往前走 手臂微微晃动 那么 刘小姐 你还有什么事 没告诉我的吗 她嗓音微色 贺先生想知道什么 我微微一笑 对上她那清澈的双眸 比如谈谈我的笔友 谈谈某人暗恋我的故事 她眼眶微红 孔孔微微颤动 一把缩进我怀里 紧紧抱住我 我抱着她的细腰 听见她如雷的心跳 柳烟然带着掺一开口 你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